欢迎大家收看AI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军队利用人工智能加快招募速度 以应对人员危机的困扰 OpenAI对于SORA的视频秘密守口如瓶 大卫、田纳特的干燥开场 独白在英国电影学院讲观众中引起分歧 无人驾驶车辆很快就可以用于在冲突地区提供援助 Alpha-Facial Intelligence 看看当人工智能把每个州化成狗时会发生什么 请大家收看 军队利用人工智能加快招募速度 以应对人员危机的困扰 英国每日电讯 由于人员短缺 英国军队正在使用人工智能软件加快招募流程 该技术由Capita公司用于处理潜在招募人员提供的医疗记录 英国国防部承认 过去五年军队未能达到招募目标 Capita公司首席执行官Richard Horowitz表示 该公司今年的招募目标可能会落后30% OpenAI对于Sora的视频秘密守口如瓶 彭博社 彭博观点今日专栏的专栏作家托斌 哈销表示 硅谷公司需要更负责任的形式 并考虑到其技术的更广泛影响 他认为 像OpenAI这样的公司应该更透明地公开用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的数据 并建议OpenAI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 避免存储用户的个人数据 哈销还批评了Facebook的Meta 认为其没有在用户的信息流中主动放大政治内容 并称政治内容的定义是不可能界定的 他呼吁公司采取行动应对枪支暴力 并敦促长春藤联盟大学面对关于学费和招生勾结的指控 哈销表示 这些学校应该更加透明 并解决一起集体诉讼 指控他们创建了一个使富裕申请者受益的价格垄断联盟 但他也指出 这些学院为低收入学生提供了机会 大卫 田纳特的干燥开场 独白在英国电影学院讲观众中引起分歧 英国独立报 大卫 田纳特在今年的英国电影学院讲颁奖典礼上的开场 独白分化了观众 这位演员开了几个玩笑 其中包括关于格雷塔 葛维格的巴比娃娃和唐纳德 特朗普的笑话 虽然一些观众赞扬了田纳特的魅力和幽默感 但其他人则不太满意 其中一位观众说田纳特太痛苦了 田纳特主持了这个星期日晚上 在伦敦皇家音乐厅举行的颁奖典礼 无人驾驶车辆 很快就可以用于在冲突地区提供援助 英国每日电讯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研发了一种自主车辆 可用于向冲突地区提供援助 自主人道紧急援助装置 Ahead必用人工智能和实时摄像头在战乱地区和灾区中导航 该车计划于明年由红十字会在德国进行试点 目标是在2026年前将其投入实地任务 这将是首辆用于援助分发的无人驾驶汽车 有助于减少成本和减轻在危险地区如南苏丹德工作人员风险 Alpha Official Intelligence 看看当人工智能把每个州化成狗时会发生什么 Yahoo PetLab Co.是一个在线宠物信息网站 他们使用人工智能为美国每个州生成了各种狗品种的形象 这些狗的大小、形状和与实际品种的准确性各不相同 其中一些出人意料的选择包括西墨西哥州的萨鲁鸡犬和德克萨斯州的长毛级娃娃 该项目旨在向每个州致敬 同时突出他们的个性 威斯康星州的布雷龙 艾伦和其他顶级跑位的NFL选秀预测 Yahoo 最近 X杂志的第33支球队公布了2024年NFL选秀的前5名跑位 威斯康星大学的优秀球员入选了名单 威斯康星大学的跑位Brylon Allen入选了名单 五件绝对不能对刚失业的人说的话 多伦多星报 本文的作者解释了如何支持刚失业的人 他们建议提供情感支持 帮助处理文件工作 降低开支 探索就业保险 EI并采取养老金方面的行动 作者强调在这个困难时期要善良和理解 勒布朗詹姆斯的全明星长寿 年轻的NBA球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雅虎 人工智能是NBA年度技术峰会的特色 NBAI的推出 该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语音命令 将NBA比赛变成漫威电影 然而 周末的真实故事是球员和医疗专业人员 讨论技术与预防性医疗之间的关系 勒布朗 詹姆斯 斯蒂芬 库里和凯文 杜兰特等球员将参加全明星赛 作为医学进步的化身 延长球员的巅峰期 职业生涯的长寿是许多球员的目标 他们以詹姆斯这样的球员为榜样 他参加了20场全明星赛 詹姆斯在休赛期工作的片段 激励了年轻球员 专注于自己的身体和数十年职业生涯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一直是我最重要的想法之一 即使从长远来看也是如此 但只有未来才能告诉我们健康状况如何 当然 我正在努力不后悔我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 维克多 文班亚马说 他是一名七英尺两英尺的法国青少年 被认为是2023年NBA选秀的最佳前景 哪些爱荷华州的法案还活着 AEA大修 定义男人和女人 在漏斗州生存 雅虎 几项备受瞩目的法案 在爱荷华州的关键立法截止日期前幸存下来 而其他法案则不会推进 州长金 雷诺兹 Tim Reynolds 关于教育 医疗保健 和性别认同的提案 将继续向前推进 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是雷诺兹计划彻底改革该州的地区教育机构 该计划遭到民主党人的反对 共和党人提议自己重写该法案 而民主党人则反对对AEA进行大规模修改 其他将推进的法案包括与武装学校工作人员 禁止使用交通摄像头 以及将使用人工智能创建或更改的色情内容 定为刑事犯罪有关的法案 然而 允许城市凌驾于地方图书馆董事会之上 并从民权法案中删除性别认同保护的法案 将不会推进 民主党人批评共和党人 没有按照他们的议程形式 包括保护堕胎权和提供经济试用房和儿童保育援助 然而 共和党立法者表示 与税收和支出相关的立法 不受漏斗截止日期的约束 可以等到会议晚些时候 立法领导人也有办法通过将被视为死亡的法案 作为修正案 附加到其他法案中来恢复这些法案 中国股市有望在央行维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反弹 周日亚洲简报 彭博社 中国的市场在农历新年假期后将恢复交易 中国人民银行暂时不降低一年期利率 为人民币提供支持 预计中国股市将表现良好 受到节日期间消费增加和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上涨的推动 投资者将关注亚洲和欧洲的制造业活动 以判断工厂产出是否正在复苏 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可能会解决与其中国房地产业务相关的风险 而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业绩预计将凸显出疫情后的旅游繁荣 中国的新型C919客机可能会在新加坡航展上首次亮相 泰国前总理他信被释放 美国商业房地产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信用风险引发了关注 在成功推出棕榈滩后 一些布劳沃德学校将增加金属探测器 雅虎 佛罗里达州的布劳沃德县公立学校计划在2024至2025学年 在十所高中安装金属探测器 这些设备使用人工智能来区分日常物品和禁止物品 被视为对2018年帕克兰士马乔利·斯通曼 道格拉斯高中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合理回应 自那次袭击以来 该地区增加了武装警卫人数 限制了访客进入 并要求学生佩戴身份证 然而 由于责任和成本问题 布劳沃德县此前一直抵制安装金属探测器 据该地区管理员朱迪斯·马尔特表示 学校董事会将于4月份就设备合同进行投票 棕榈滩县的四所高中 去年夏天安装了金属探测器 另外四所高中在2月份增加了金属探测器 该地区计划在本学年结束前 在所有高中安装这些设备 据该县警察局长表示 自金属探测器引入以来 棕榈滩县学校没有发现任何武器 为什么人们在旧金山炸毁无人驾驶汽车 英国独立报 旧金山的一群人袭击并纵火了Vemo的无人驾驶汽车 Vemo是谷歌的自动驾驶部门 这是该城市对自动驾驶车辆发动暴力事件的最新一起 这些袭击被认为是对人工智能和大型科技公司 日益增长的不满的象征 对这项技术的担忧 包括担心它会阻碍紧急车辆 导致人类驾驶人失业 并对人们的生命构成风险 Vemo最近自愿召回了其机器出租车车队 此前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生了两起与同一辆卡车相撞的事故 寻找Z世代初创公司筹集了700万美元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初创公司Hatch筹集了700万澳元500万美元的资金 以支持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作匹配平台的开发 该服务针对的是Z世代专业人士 他们占劳动力的四分之一 并且越来越优先考虑符合其价值观的公司 该平台使用人工智能 根据候选人的个性特征 技能和潜在素质将候选人与角色相匹配 本轮融资获得了超额认购 澳大利亚邮政前首席执行官艾哈迈德 法沃尔阿克曼·法沃尔也参与了这一轮融资 社交媒体既是我们孤独问题的原因 也是我们孤独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 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的数字泡沫 与他人面对面的联系 即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 用虚拟社交圈取代面对面社交圈的影响 尼克斯队和其他NBA球队 如何利用宝贵的新光学追踪数据 Sportradar和Synergy Sports 联手为NBA球队提供实时追踪数据 这个新工具从本赛季开始就可供球队使用 可以提供关于球场上每一个事件的详细信息 我们有能力更全面 更深入地收集和分析数据 Sportradar北美销售与客户成功副总裁 Brian Josephs说道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为你带来今天的新闻简报 首先 英国军队利用人工智能 加快招募速度 应对人员危机的困扰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毕竟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处理大量的招募申请 提高效率 接下来 OpenAI对于Sora的视频秘密 守口如瓶 我认为 像OpenAI这样的公司 应该更加透明地 公开他们的训练数据 这样可以增加用户的信任 大卫 田纳特的干燥开场独白 在英国电影学院讲观众中引起了分歧 幽默是一种主观的东西 不同的人可能对不同的笑话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 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们都应该尊重每个人的感受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德国航空航天中心 开发了一种自主车辆 可用于在冲突地区提供援助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可以减少工作人员在危险地区的风险 提高援助效率 PetLab Co.使用人工智囊 为美国每个州生成了各种狗品种的形象 这个项目旨在向每个州致敬 同时突出他们的个性 这听起来很有趣 毕竟谁不喜欢狗呢 威斯康星大学的Brillon Allen 入选了2024年NFL选秀的前五名跑位 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 我们期待看到他在NFL的表现 失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我们应该给予刚失业的人情感支持和帮助 同时我们也应该鼓励他们采取积极的行动 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 勒布朗 詹姆斯的全明星长寿 引起了年轻球员的关注 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年轻球员应该学习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 以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 爱荷华州的一些法案将继续推进 而其他法案则不会推进 这是一个常见的情况 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观点 立法过程需要时间和妥协 中国股市有望在央行维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反弹 这是一个好消息 投资者可以继续关注中国市场的表现 佛罗里达州的布劳沃德县公立学校计划在高中安装金属探测器 以提高安全性 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可以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全 就金山的一群人袭击了Vimo的无人驾驶汽车 这是对人工智能和大型科技公司日益增长的不满的象征 这显示了人们对新技术的担忧和对大公司的不满 澳大利亚初创公司Patch筹集了700万澳元的资金 用于开发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作匹配平台 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可以帮助年轻人找到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工作 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 我们需要平衡虚拟社交和面对面社交 虚拟社交可以提供便利 但面对面社交更能满足我们的人际交往需求 最后 Sport Radar和Synergy Sports为NBA球队提供实时追踪数据 这个新工具可以帮助球队更好的分析比赛数据 提高球队的竞争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简报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同心4dobrief.com